假設我的書是印完後 我給發行商放在不同的書店賣 大約要半年時間才能獲得第一筆錢 當中會有資金方面的困難 或者斷層 曾任職傳媒的麥傳是 freelance writer 去年在傳媒縮減開始 他接讀的工作就越來越少 其實我不能離開文字 可能小時候已經很希望可以做一些跟書有關的事 不如我自己去開出版社吧 在香港最賣的就是旅遊書、流行小說和工具書 麥傳過去一年寫了一本哲學省文《浮生志》 是他的書寫出版的第一本書 發去一些大型的連鎖書店時 基本上很快便會下架 或者不見了那本書 因為未必可能買得那麼好 讀者隨時連你本書存在過都不知道 麥傳想到用類似中籌的 先預售後出版方式 封是本門 首批匯印1000本 買出200本 就足夠支付大部分印刷費 浮生志放上網給人士讀三個月 已經預售了180本 更加有加拿大和台灣的讀者購買 麥傳希望獨立出版 能成為文字工作者的另一條出路 他更加計劃將書發行去到台灣 抗大讀者群